中士强解读道德经 老子说 上行无侧击 善言无侠责 善述不用仇侧 善必无关键而不开 善解无神约而不可解 这叫做无善 第一个 善行 第二个 善言 第三个 善述 第四个 善弊 第五个 善解 这五个是我们用来救人物的五个善行 五个善德 我们来看一看善行什么意思 善行就是善以做事的人 就叫善行 行是行事嘛 善是善于嘛 善于做事情的人 他一定是怎么样 以简易凡 把很凡的事情弄得很简单 让大家都看得懂 而不是把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 大家听一听不懂 大家听一听不懂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想配合也无从下手 其实很简单的 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 你不知道怎么下手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各位可以看到 一家工厂起来以后 它所造成的很严重的土污染 环境污染 这就是应该读着老子这句话 善行是没有车过的一种痕迹的 叫做无车迹 不留任何痕迹 不留任何后遗症 善言呢 善言就是 他不是叫你说会说话 不是 老子不鼓励人家会说话的 你会说话干啥 言多必失嘛 善言就是很谨慎说话的人 没有狭者 他不会留下任何的毛病 让人家来指责你 现在不是 一讲话漏洞百出 一讲话就被人家 讲得一毛钱不止 太多这种人 一个人 你要发负真心 你要讲和服天理的话 你没有任何把柄 你没有任何毛病 那人家可以指指点点 来说你胡说八道 这个也是 每个人都要去修养的 散述不用筹策 筹策是什么 筹就是筹码 策就是计算的工具 一个很会计算的人 他根本不用计算机 他连算盘也不用 为什么 因为他心中有数 现在不是 现在人非常依赖工具 好像没有工具 你就一筹莫展 这个要看看老子所讲的话 中国以前心算是很厉害的 现在越来越糟糕 就是说工具越来越方便 你越来越使用工具 就是向外去发展 然后里面东西全忘光了 上壁无关键而不开 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门上面那个木条 把它拴住的那个木栓 真正会关的人 他是不用任何机关 不用任何门扇 可是你就打不开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人 他做了一个盒子 那盒子当然是可以打开的 可是你四翻八面看来看去 你找不到关键在哪里 你无从下手 你就开不了 但他就开得了 他自己就开得了 上劫无神约而不可戒 一般说把他绑起来 那最起码哪个绳子 把他戒得老一点 我这样很扎实的 但是人家一刀就把那个 绳索给你砍掉了 一个上以捆绑的人 他是不用绳子 但是你就解不开 这是什么解 就是新解 你心结你拿去找绳子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哎呀 自己很厉害啊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老子告诉我们 由于武善可以救人救物 所以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在这里 无弃人和无弃物的意思 实不实说 不能抛弃任何人 任何物呢 是以圣人 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圣人了不起 就说什么 他只会救人 他不会把人丢掉 他不会 现在人不是 动不动就说 你再不听话 他不动我开除你 像你这种人 你离开好了 这就不叫圣人 这哪叫圣人 圣人 他常常去救人 他什么人都救 所以他没有弃人 没有弃人 就是一视同仁 因为我们中国人 他讲的是自然的结合 他讲的是亲如一家人 他怎么样 他没有结可解 他没有法可施 他没有什么书 要约定的 没有 动不动就要签合同 就要签七月 很坦白讲 对中华民族 是不管用的 真正发自内心 把所有人都当一家人看待 你就能把人带得好好的 常上救物 故无弃物 常上救物 我依照自然规律来救物 故无弃物 所以没有任何被抛弃的东西 那大家会想到 这次不要吃树 其实吃树也不对 你不吃牛羊 你去吃植物 吃菜 菜没有性命 菜也在长 所以人很奇怪 说我们不能吃牛 不能吃羊 因为它是有性命的 那你吃萝卜 萝卜没有性命 你吃青菜 青菜没有性命 我不知道你标准在哪里 都是自己骗自己 没有这回事 其实老子讲 草长大就是给牛羊吃的 无怨无悔 牛羊长大了 是不是给人吃的 不一定 我来讲一个故事 大家可以分别的很清楚 你到美洲 北美洲去 那边有一个地方 叫做Buffalo 我们把它翻成美洲牛 当年印第安人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同样去杀 那个美洲牛来吃 可是后来 欧洲的白种人来以后 他也杀牛 但是大家就骂他 你太残忍 你太残酷 所以我每次到那个地方 很多白种人就觉得很奇怪 印第安人杀牛就可以 我们杀牛就不行 他就是没有读老子书的 印第安人杀牛 他是喂牛好 为什么 他会把牛皮 劈在身上 然后混到那个牛里面去 就带领那个牛 跟牛一直走 走到下面有个悬崖 有个悬崖 然后他就往下跳 其他的牛 有一次他们同类 所以他还跟着往下跳 凡是从那么高的 跳下来还能够活着 那有两种 就保留了 跳下去是摔死了 那表示这个不行吧 你这种牛 长大里面用嘛 所以他杀了死人 好 你现在白种人还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 枪 那你不是残杀动物是什么 所以任何事情 这也是老子讲话 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而不是绝对的有跟无 不能够绝对的有跟无 再说一遍 为生活而吃牛羊 没有问题 然后以残杀动物为乐 不可以 这是有区别的 爱抚动物 但是你不可以展显人类的伟大 不可以 我没有反对任何事情 只是过分强调 只是过分强调吃素 我是不太赞成的 因为你去看事实好了 吃荤吃出很多毛病 吃素同样吃出很多毛病 何况真正的佛教徒 他是不可能吃素的 当年 当年 社交毛尼佛的弟子 是托波 你哪一个丸 不说话 你不能说的 人家看你来自然清楚 就把他家的饭菜给你吃 你能不能说 拜托我要吃素啊 那你自己饿死了 活该吧 吃素这个花样是谁出来的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是梁武帝搞出来的 那梁武帝它是什么动机 我们也不知道 他就彰显他的伟大了 所以达摩来了以后 就很坦白告诉他 你毫无功德 我想这一段非常跟道德间 是很吻合的 老子他说 常上旧人 故无欺人 常上旧物 故无欺物 然后告诉你 是为习民 习就是臣习 民就是常道 这就是臣习常道的 一种很好的表现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明明中暗和天道 其实任何东西 你叫明明中暗和天道 都叫习民 再说浅薄一点的话 通俗一点的话 就是平良心 你平良心 无事物 你就能够习民 习民就是知常道 而对于道来说 人无善恶好坏之分 物无高低贵贱之比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还是常常会看到 有善人 也有不善之人 那么老子是如何分析 善人与不善之人的呢 下面这两句话 是非常有趣的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思 不善人者善人之之 看起来好像 这什么意思 善人 不善人 到底讲什么 原来老子把人勉强 是不可以这样分的 是勉强分成 善人跟不善之人 那不善人就是 你不是善人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你善人有什么 要不去 你善人 是那些不善之人的 老师的榜样 如此而已 他把你当榜样 你才是榜样 他不把你榜样 你算老子 这就是老子一再讲 你圣人不能标板 自己是圣人 你做好事不能标板 我在做好事 你就能不能标板说 幸好我救你一命 不可以 所以老板不可以跟伙计讲 我对你那么好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对我 这话是不成立的 你要对他好 是你的事 他要怎么样对你 是他的事 个人自作自受 这才符合天道 善人 是什么 是不善人的老师 但是是他自己决定 不是你决定 而不善人呢 是善人之之 之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发挥 你的善的对象 当然一个人 很想行善 很想施舍 你手上拿一把钞票 谁都不要的时候 你那我拿的有什么 所以你还要谢谢 有这么多乞丐啊 我的财票才有出路啊 要不然我拿了半天 就没有人要 我也很难过啊 你要这样的心胸 有很多不善的人 你这个善人才有发挥 你善得的对象 所以这两句话 是很不容易去体会的 因为一般人做不到 不贵其事 不爱其知 谁知大名语 是为要妙 这是非常惊讶 而且微妙的道理 你看现在的报纸也好 媒体也好 都打了一个 老百姓有知的权利 我不想什么叫做知的权利 然后就把一些乱七八糟东西 一二再地轩然扩大 然后搞得大家都知道 那就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以前自古就有同性恋 哪里没有同性恋 只是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你也不要抱他 当然没事一样 见怪不怪 奇怪之败 你没事了 天不行了 要游行 要合法化 然后当到总理 他还要带一个同性的 说是他的眷书 考虑我们真不知道 怎么去称呼他 谁知大迷 虽然你是有知识的 但是你是大迷符 你真的是个大迷符 你把那些报道做在干什么 你不报道只有少数人知道 他没事 你一报道 所有人都说 哦原来可以做啊 他就做了 事为要妙 这就叫做要妙 要妙就是说 这种很惊为 很唯妙的道理 难道你都不懂吗 现在很多人都骂中国人 你只是说好听的话 不讲坏的话 不诚实 我们淫恶眼上 不是说把坏的遮蔽起来 不是 你坏的你暗中去处理 去化解掉 不要让它再发生 好的你把它宣扬出去 做大家的模仿的对象 你为什么一定要解释成 那么坏的一面呢 其实啊 我们自从有一本书叫做 《丑陋的中国人》以后 大家就觉得 我们是应该从坏的方面 来看中国人 你看不起自己人 你拙见自己人 你认为自己人都是丑陋的 那我问你 你不是中国人吗 那你不丑陋吗 老是讲 中国人骂来骂去 到国外还是中国人在一起 那你有种你不要嘛 谁智大迷 看起来好像很有知识 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大迷糊 老子讲这些话 他是语重心长 他认为人没有权利 去分谁好谁坏 人没有权利去标榜自己 人不应该说 我就是比你好 其实你比人家好 是有很多很多原因 不只是你所了解那些原因 有太多的原因 一般人是绝对想不通的 老子因为他是研究天道 你看从天的角度来看 万物是奇的 我们看都不奇 万物都看奇 你再高的楼房 只要你到卫星上面看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高多少 那么一点点而已 因此他下面就要告诉我们 大道为什么没有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大道无分的要旨